国内新冠疫情严峻 疫苗被视为终结病毒的利器 日本捐赠的124万剂AZ疫苗 15号全台开打 高龄长者被视为首波的接种对象 然而16号却传出十多名的长者 在接种隔天就死亡 面对中央波普列下一波疫苗开打在即 是否因此影响民众施打意愿 我们来看记者实力访问 台东县首波8000剂AZ疫苗 在156号两天全数施打完毕 接种对象以75岁以上长者比例最高 占了预约量的八成 易改疫情爆发前 忧虑疫苗副作用而不愿接种的态度 打完疫苗以后 除了媒体有特殊播报一两个案例之外 我们这边目前是没有听到特殊 特别特别不一样的状况 相比外盛市高龄长者接种疫苗后 传出十多起猝死事件 台东除了少数轻微不适反应外 未出现严重过敏者或是隔日死亡的情况 而死亡是否与疫苗有关 目前还有待专家历经 不过台东民众接种意愿似乎出现摆当 像我爸爸九十几岁 我就没有建议他去打 因为他都不出门 所以我就没有帮他预约去打 打疫苗不一定会死 不一定会怎么样 可是你真的得到了 老人家致死率很高吗 不会啦 那是他另外有什么病 台东老中青三代民众在全亨长者染疫重症死亡率 与接种疫苗不良反应率下 多数还是倾向施打疫苗 增加保护力对抗病毒 也有长者认为可能是自身患有慢性病所致 至于施打疫苗与促使事件的关联性 恐怕还需要更多资讯 才能进行生物相关的因果推论 谢谢下家会台东市报道